叶晨看到月魂仙子复活 心中也大感欣慰 从外表上看的话 月魂仙子很清纯 很年轻 气质就跟五瑶一样 带着一丝轻松 很难将他与母亲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 但他也的确是第二妖姬的母亲 他如今复活 想来第二妖姬也会非常高兴 月魂仙子一边抱着苏霓裳 一边感激地向月臣道谢 姐妹两人相拥 两个都是角色美女 这画面看起来倒是十分养眼 不用客气 月臣微笑道 嗯 那个 你能帮我叫妖姬过来吗 月魂仙子轻声问 他如今复活 心中又思念第二妖姬 夜臣沉吟一下 而后点头道 可以 我试试 第二妖姬在紫皇先宫 很可能受到道德天尊的监管 夜臣也不知道 能不能将他叫出来 只能说试试 当下 夜臣传出意志 告知第二妖姬因果 不过等了一阵 也没收到回应 想来第二妖姬 此时并不方便 离开紫皇先宫 他可能迟点再来 夜臣不忍让月魂仙子失望 笑着说道 好吧 那我先陪我姐姐了 月魂仙子 眼望着苏妮长 满是依恋之意 姐妹两人手挽着手 便一同离开傲视天宫 在星月界各处游玩 夜臣笑了一下 与己司清温存一阵 便独自闭关 准备解决体内 空间碎片的隐患 闭关室之内 夜臣平静心神 收敛气息 内视身体 此刻在夜臣身体里面 各个器官之间 都嵌套着一块块 空间碎片 这些空间碎片 每一块都是一片浩瀚的虚空 如宇宙光年般广阔无尽 夜臣的身体器官 都被这些浩瀚的空间 彻底隔绝成了孤岛 大脑思维无法到达 无法控制身体 要依靠赤皇先子燃烧神魂 建立的特殊通道 方可联络 只不过随着时间流逝 赤皇先子牺牲建立的通道 正在迅速磨灭 一旦这些通道全部磨灭的话 夜臣就要沦为活死人 大脑思维再活跃 也控制不了身体手脚 因为彼此距离太远了 比宇宙光年还要遥远 夜臣需要将体内的空间碎片 全部碾爆粉碎 才能让身体恢复正常 而万剑神星正是碾爆空间的神器 此时 万剑神星正悬挂在夜臣的烈日命星世界之中 与那颗烈日命星互相照耀辉映 万剑神星 诸天剑气 杀伐我身 破 夜臣心念一动 立即催动万剑神星 整颗万剑神星 从夜臣命星世界里脱离出来 沉落到他丹田之中 得到无数灵气贯注 煞世间爆发出惊天的响动 一条条锋锐的剑气 从其中暴展而出 每一条剑气都带着恐怖的羹筋气息 锋芒逼人 背后又蕴含着一丝天地主神的威严 还有命运大道的威严 这颗万剑神星是剑天地献祭自身 供奉命运所化 所以万剑神星爆发出的剑气 杀伤力巨大 既有昔日剑天地的一丝残存威严 又有命运大道的无上威严 叶辰借助着万剑神星 要杀普通先帝的话 那简直是如图猪狗 一条条剑气从万剑神星爆出 冲破叶辰的丹田 向着叶辰周身经脉斩杀而出 无数条剑气在他经脉血管 神经脉络里穿梭 带给他巨大的痛苦 如同是撕裂全身 但叶辰咬牙忍着并没有退缩 他不断催动万剑神星 绽放剑气 一条条剑气便是呼啸汹涌着 斩杀向他体内层层嵌套的空间碎片 这些空间碎片是太与血脉所残留的 空间法则极其牢固 难以撼动 但此刻在万剑神星剑气的斩杀冲击下 那一块块空间碎片却是迅速崩灭溃碎 无法挡住万剑神星剑气的锋芒 很好 果然有效 叶辰见到万剑神星起作用 内心大喜 那些空间碎片在破灭之后 从里面流淌出一丝丝温热的血气 被叶辰吸收 那些血气却是太与血脉最精纯的能量 叶辰吸收那些血气 等同是吞噬太与血脉 在不断的吞噬之中 叶辰脑袋嗡嗡作响 多出了许多名物 那是对空间法则的名物 太与血脉与皱光血脉相对 皱为实 雨为空 太与血脉正是空间法则的极致血脉 随着万剑神星 剑气不断迸发 叶辰体内的空间碎片 也是不断地被碾爆 破碎 崩灭 血气溶解 被它吸收 叶辰的身体出现了奇异的变化 它不断吸收空间血气 渐渐掌握太与血脉的能量 身上浮现出大气象 一片片的虚空 比宇宙光年还要浩瀚 在叶辰深周浮现 组成了一片宏伟的空间结界 如果这个时候 有人走入闭关室 想靠近叶辰的话 那是无论如何都靠近不到的 因为叶辰身体周围 一层层虚空笼罩 它看似人在眼前 但实际上远在天边 跳出万界之外 谁也触碰不到它的身体 更惊人的是 智光血脉的能量 开始与太与血脉融合了 时间与空间正在融合 一条条时间大道的法则 在叶辰深周的虚空出现 叶辰感到自己的脑海 产生了许许多多奇妙的领悟 时间与空间融合后 它对时间法则的掌控 明显比以往提升了一个层次 现在叶辰能够清楚地看到 在天地之间 有着一条条细小的丝线 这些丝线就是时间线 放大一看 这些时间线 其实就是一条条时间长河 过去发生的事情 现在发生的事情 未来发生的事情 都能在这一条条时间长河里 捕捉到影像 叶辰看到了曾经的死者 像是阴阳神殿的死者 还有许许多多 为轮回阵营而死的人 我要将他们复活 叶辰心里冒出了一个念头 在现实法则的限制下 死者是很难复活的 但他拥有轮回血脉 执掌生死奥秘 却是能打破这个限制 下一刹 叶辰手一捞 就将许许多多的死者 从过去的时间长河里捞出来 让他们出现在 现在这条时间线 从而将他们复活过来 现在叶辰掌控太宇血脉 与皱光血脉融合 空间与时间的融合 两大法则融合成了时空法则 叶辰掌控着时空法则 在借助轮回血脉 竟是逆转了岁月 将无数死者 从过去的时间长河里捞出来 复活了他们 现实的限制 直接被叶辰打破了 生死的禁忌 被叶辰逆转 这是轮回的伟大 是轮回血脉的威能 诸多复活过来的死者 有千千万万人 他们复活之后 呆呆地看着叶辰 神色从茫然迷惑 渐渐变得震惊震 最后变成了崇拜与激动 赞颂轮回 而后所有人跪倒下来 向着叶辰顶礼膜拜 叶辰心下大为喜悦 他还是第一次尝试 复活这么多人 以前与他皆有善缘 又不幸死去的人 大部分都被他复活了 还有一些人 因为修为强大 比如封闭君 叶辰还不能复活 现在叶辰能复活的 只是无量镜以下的人 至于无量镜以上的死者 他还无法复活 毕竟无量镜的无者 修为强大 在岁月长河里的分量 也非常重 很难捞得动 复活也很困难 生死禁忌被打破 岁月长河逆转 无数死者复活 直接惊动天地 整个太上世界 天地气象剧烈震荡 处处有轮回金光浮动 阵阵吟唱响彻云霄 符文交织 这浩瀚的气象 象征着夜尘轮回血脉的力量 已经打破了天地限制 无数人目睹这片气象 皆是震撼错愕 万须神殿之中 羽黄古地目睹 层层轮回金光 绽放的画面 面容已经彻底扭曲 这小子竟打破了生死禁忌 他的实力进步如此迅速 还有谁能压得住他 天女 如今就看你的了 羽黄古地眼眸里满是阴影 其实他如果全力爆发 不顾一切代价的话 还是有镇压夜尘的可能的 毕竟 他经营万须一个纪元的时间 根基雄厚 但如果不顾代价 就算能镇压夜尘 他自身损失 也会非常惨重 得不偿失 现在他也只能等待 等天女与夜尘 决战到来的日子 一旦决战开始 以天女的实力 就算杀不死夜尘 也能大大削弱夜尘的力量 到时候 就是万须反击的时候了 紫黄先公 天阳玉 天外天弥罗宫等等势力 都捕捉到夜尘打破生死禁忌 惊天动地的画面 诸多势力心态各异 但想法都是一样 在这个时刻 夜尘太强大了 谁也不敢与他正面争锋了 都在等待天女 与夜尘决战开启的日子 两天时间过去了 夜尘将体内的空间碎片 全部碾爆粉碎 彻底掌控太羽血脉的力量 并且与皱光血脉融合 执掌时空法则 拥有了逆转时空的强大手段 夜尘的修为再次突破 从天旋径六层天终结 晋升到高阶的地步 没几天时间 我又突破了 果然是一日千里啊 夜尘惊喜不已 这么快突破到六层天高阶 他与血脉带给他的增益 的确是无比巨大 我又突破了 感谢观看